而在大家欢喜要准备迎接过年的同时 似乎也被疫情升温所威胁到 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在今天公布新增新冠肺炎确诊者案18521 是宜兰长荣凤凰酒店员工案18495的朋友 而花莲县政府今天也都公布了案18521的花莲足迹 主要是在花莲市区的金三角一带 而这一名20多岁的女子已经打过了一剂AZ 以及一剂的BNT疫苗 让卫生单位归为是突破性的感染 花莲县吉安湘进阶队和花莲市进阶队员 全副武装一早则是在花莲市和吉安湘大街小巷来进行清销 花莲县卫生局下午3点早开记者会来公布18521 在23号24号两天在花莲的足迹 23号下午大次元是22号半次火车站到花莲 去过上海街四幕与专卖店 中华路云楼中山路日药本庄 公正街童装服装店 中正路服装店 摩曼顿红豆饼摊 24号则是来到吉安湘海岸路买早餐 7-11药装店等等 那安湘个案18521号 她本身是一个21岁的一个女性 一个学生大学生 那她的CT值是22.3 那她在1月17号的时候 跟我们的宜兰郊西的员工 案18495 在台北接触 那昨天 应该是 昨天中午的时候 她接获她的朋友确诊的通知 因此呢 她就到药局去买了自行快 居家快塞的试剂 然后自行快塞 自行快塞之后是阳性 那这个孩子很有警觉 然后马上打电话到我们卫生局来 因此呢 她的主机可以看到 从23号到24号 她23号做这个班次 422来到花莲 那来到花莲之后呢 那去了一项的地方 包括我们的社会女的装带店 进去一楼 然后 然后 托法案的身份人士 还有药本部 还有等等这些地方 那晚上 当然就跟爷爷们一起同住 那隔天早上呢 买了早餐 那 各位可以看 她在12点的时候 就去药中店 那就是去买我们的居家快塞剂 那买了之后 自行筛检 详细 因此就送到我们这个医院 目前采样24名接触者皆为阴性 旷列10名接触者居家隔离 提醒曾出入相关长所者 2月7号之前进行自我健康监测 修觉异状等等症状 应戴上医用口罩 精速修医不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继继续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